大家好,我是Stan 请避免露出过度的纹身 如有15公分以上的纹身将限制进入 韩国部分泳池与健身房等地 正在实施所谓的无纹身区政策 限制有纹身的客户进入而引起了韩网热议 韩国江南的一家健身房表示 最近有很多会员们反应 过度的纹身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我们健身房的大多数会员都是非纹身者 必须考虑到多数人的立场 经过深思熟虑 我们才决定了无纹身区政策 负责人接着表示 像字母刺青或者带有个人衣衣的纹身 当然是允许的 我们不是讨厌纹身 也不是完全禁止纹身 只是禁止会让人感到恐惧的流氓纹身 在新会员报名时 我们会充分解释这一点 并建议穿着长衣裤 或者客气的请求使用其他健身房 而不只是健身房 首尔很多饭店的游泳池 也是禁止有纹身的人入场 前几天 首尔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发布通知 客人的过度纹身 可能会给他人造成不安或不适 如有15公分以上的纹身 将限制进入 并请客人穿着能遮蔽纹身的衣物 不过也是有人反驳 过去对于龙刺青 黑帮刺青的偏见很严重 但在年轻人当中 这些偏见正在逐渐消失 刺青这只是表达个性的方式之一 将其禁止不太妥当 虽然说只对大型刺青进行限制 但标准本身很模糊 最终可能使小型字母刺青等 也受到负面的影响 而在上个月 庞果纹身中央协会在抗议中表示 对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纹身问题 韩国是唯一一个放弃国家基本管理监督 将无辜市民变成犯罪的国家 目前在韩国 非医疗专业人士是无法给他人刺青 而因为这种规定 让社会对纹身持有负面的印象 然后也有专家表示 刺青可能会让他人感到不适 但这种文化不仅仅存在于刺青中 因为社会让人不愉快 就禁止并排斥的话 这是有点过于浮浅的选择 这种选择可能在社会各个方面 传播仇恨文化 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接纳刺青 而不是将其视为错误或非法 这是韩国社会目前要考虑到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刺青是个人的自由 所以不是由国家管理 而是个人经营的游泳池 不让纹身的人进场也是老板的自由吧 全身刺青 在街上碰到也很不舒服 如果在泳池健身房遇斗的话 会更不喜欢 赞成无纹身去 本人应该也有很嫌弃的东西吧 你在别人眼里就是那样 不管你刺青不刺青 夸张的刺青请遮挡 再怎么说时代变了 看到全身有伊列兹米纹身的人 就觉得很傻眼 而且通常做那种纹身的人 都很难沟通 游泳池做得很好 想要游泳的话 让那些纹身的人一起游泳就好了 不是嫌弃刺青 而是不喜欢把刺青当武器来利用的人 如果刺青是自由的话 拒绝刺青也是自由吧 说实话 小的刺青不会觉得怎么样 反而还会觉得很漂亮 但是大的纹身就很讨厌 因为在韩国发生过很多 有伊列兹米纹身的人 引起的社会问题 所以韩国社会对于这种纹身的异象 目前还是不太好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健身房游泳池实施 无纹身区政策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